Ladies and gentlemen, 华为HomeOS来了! 它就是华为电视机 我现在就要出发去看它 超兴奋,马来西亚第一个鸿蒙产品诶 其实本来他们就要寄来我的家的昨天 那是因为它都太大了 我家没有位置给它 所以我现在就亲自来到华为的showroom去看它 它就在我家附近嘛 就是Sumware Velas E2 Let's go! 这就是鸿蒙OS的电视机 很sized诶 我没有想过65是这个sized诶 你看 OK认真一点 跟大家讲其实它全名叫做华为智慧屏Vision S 谁叫我扣口罩先 反正没有人 其实在马来西亚或者是在中国 都没有人叫它做电视机的 他们都叫智慧屏 但是对于我一个马来西亚来讲 我一个普通消费者 它就是电视机啊 先来讲一下外形 外形就是exactly电视机的look 不过边框就还是继承了华为一项来惯用的元素 上、左右都是窄边框 也就是说和MacBook MacPad系列是同一个样的 而下面这边呢因为还要放这个华为logo 它就弄到比较宽一点 但是它不只是为了放华为logo才弄款的哦 真正的原因我等一下才跟你们讲 机身后面的话呢 它跟普通电视机是一样的body 厚的地方一样厚 薄的地方就真的很薄啦 所以如果一些人家里面装球比较适的掉挂式的话 这个Vision S掉在家里面薄薄 美美 其实我刚才一进门第一眼看到Vision S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吓爆一下 因为我家电视机是45吋 然后它65吋嘛 45跟65其实差20吋 应该不会大很多 结果我一看到我真的觉得很大 加上它是全面屏的设计 它就变到更大 看起来就会更爽哦 OK这台电视机的外形亮点就是 Lego Camera 有CAMERA的电视机其实你们都看过了 但是它是全世界第一款 有180度旋转的磁吸式镜头的电视机 跟普通电视机是不同的 还可以插落雷的 要用的时候就逗上去 不要用或者你担心镜头被人hack的时候 你就拔下来 这样的话有安全会很多 OK看完了外形之后 我们现在就来看功能 一个电视机有什么功能 就是看电视咯 但是成为一个科技企业处的智能电视机 那你可能只是看电视这样简单 所以我这边就整理了9个卖点功能 Let's go 功能一 AI语音控制 它是一台可以用AI语音去控制的智能电视机 那怎样启动呢 就是叫它的名字 Hey Celia Wedal in Penang 看到吗我英文发音是很准的 它明白我诶 就是说我妈咪都可以明白 我咪发音哦 她都应该懂 那除了check天气以外 其实它可以做更多东西的 那就是你不需要碰到那个remote control 你就可以语音去控制它 开大小音量啊 找歌啊 找电影啊 做别的东西等等等等 Hey Celia Kwalalundpo weather 是我发音有问题还是怎样 是啦 Hey Celia Kwalalundpo weather 功能二 磁吸式镜头到底有什么用 讲到镜头我肯定就是拍全甲幅的嘛 一些普通人他们在家里面要拍全甲幅的时候 就是拿了手机出来 然后可能就这样子放住 或者是放这边 然后靠住拿东西垫住 Sorry啊 这样子太麻烦了 VisionX方便很多 只要你打开镜头的功能 按Remote Control就可以拍照了 又或者直接语音控制就搞定 OK 1300像素的镜头拍出来照片 Quality 诶 Bro 不要玩啊 肯定不能跟手机比咯 但是 那这个镜头最大功能不在于拍照 而是Videocore 也就是华为自家的MeTime MeTime这个功能呢 我之前讲过很多次的啦 就是它会用起来呢 比WhatsApp啊 Vchat啊 Messenger啊这种 来得更加孙 然后更加没有降K 尤其是你有Internet Data的时候 你更加可以Feel得到 那这个VisionX的MeTime呢 可以让你在大大的镜头里面 看到你朋友大大的脸之外呢 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 叫做 MeTime Call Transfer 比如说你在厨房煮饭的时候 你跟家人朋友 Videocore着 你煮好了 拿到客厅的时候哦 你只需要点一下这个按钮 就可以从手机的camera 调到电视机上面的camera 继续Videocore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咧 这个就是鸿蒙系统厉害的地方 MeTime功能呢 现在就不只是限于华为手机啊 平板啊电脑这种 只要是Android 8.0以上的Android手机 都可以用到 那如果你是work from home 在家要常常开会的话 它里面有一个功能 叫做Link Now 它的功能呢 那其实就很像Google Meet啊 Teams啊 Zoom啊 一样的功能就是给你开会用的 那如果你是在家里面 想要见你的朋友啊 家人啊 你就可以用MeTime 那如果你是要跟Google开会 涉及多人的话 你就可以用Link Now 一台电视机最重要的 当然就是看机爽爽爽啊 65寸大屏幕 4K分辨率 看Marvel 看Transformer电影 可以有很震撼的视觉享受 92%的DCI P3 超广色域 清楚看出深浅的效果 还有动态对比增强技术 减少亮部曝光 画面就会更加明暗分明 最后就是120Hz的刷新率 120Hz的刷新率呢 就可以有效减少拖影 比如说你看F1Size的时候啊 你转弯啊 你起步的时候有那种 blur blur的影子啊 120Hz就没有这个问题咯 这时候你一定想问 那只要看那个video本身啊 是不是高帧率的嘛 是这样子没有错 所以VisionX哦 还有一个功能是隐藏的 叫做Smart MEMC 讯息流畅算法 就是说它可以把低帧率的片源 auto up到120帧 从片源上面提高流畅度 还有连贯度 总之就是给你看起来更爽哦 功能是音质 一台电视机都出来画质重要哦 音质也very的重要OK 刚才我讲到VisionX哦 它的上左右的边框都是窄窄的嘛 唯独是下面这一条比较厚的 但是因为它里面哦 装了四颗10W的喇叭 两颗高频率 两颗全频率 并且支持DTS解码 Dobby解码 还原电影原神 在家里面 也可以adjure到电影院的feel 功能五 细评听歌 一般上我们用手机 无论是YouTube Premium也好 Jokes啊 Spotify也好 你screen off了 还是可以继续play的嘛 很正常哦 但是电视机的screen off了 真的就off了的哦 所以VisionX还有一个功能 叫做slip mode 细评模式 就是说你screen off了之后 你的音乐还是可以继续play的哦 你回到家之后 你不觉得这样子很爽咩 可以off的screen听歌 我现在示范给你看哦 Hey Celia screen off Hey Celia Vol.50 The volume is now such a case 第3 好位旗舰手机几乎都有 Tooth Ryland帆满光认证 在VisionX上面一样有 不如你担心小朋友长时间看感动啊 有害眼睛的话 你可以点开阅读模式 这样就不怕了咯 功能器 Remote Control 这边就快速给大家看一下 华为的 Remote Control 整个感觉就是两个字干净 整个remote哦 才那几个button 都是一看就懂的button 这样的话我相信老人家 也比较容易上手啦 然后这边咯 你可以看到一个 华为Share的logo 你只需要拿出支持这个功能的 华为手机 轻轻一碰就可以完成one hop 画面就头绪电视一下咯 功能八 Mirror Control 刚才我讲的one hop 就是把手机的画面搬去大屏幕 在电视机上面 用更大的screen来看 这样Mirror Control 就是把电视机的画面搬来手机 然后用手机去control 这个功能有什么好处咯 第一 你不需要用遥控器 第二 你可以像平时一样 你用手机的习惯 想选什么 去点什么 最重要哦 你上网搜索电影的话 你还可以直接哦 用keyboard输入 你不用用remote 一个一个字去点 方便很多咯 功能九 影音内容 VisionX里面呢 它内置了华为Music 跟华为Video 两大之家的这个影音平台 里面有很多免费的电视剧啊 电影啊 Music等等啦 如果不然的话 你们就 有TV box哦 你们家很多人都有的啊 好啦 体验完VisionX之后 我好像突然知道了 为什么华为不叫它做电视机 而是叫智慧屏 是因为这台VisionX 不单单只是给你大screen 给你听得好 给你看得好 而是跨越了传统电视机的界线 第一次以场景化思维打造的 智慧家庭生活体验 你想象一下哦 你未来家里面全部screen 手机啊 平板啊 电脑啊 PC啊 电视机啊 全部都可以互相连接 互相sharescreen 一个button 就可以把你看着的东西 丢去另外一个screen 走到哪里 就跟到哪里 这种感觉 虽然远远还没有到 Ironman的那种境界 但是 的确是在这条路上 而这个就是 华为智慧屏的魅力所在 最后呢 华为VisionX 已经在马来西亚发布了各位 它有两个价钱 第一个 就是65寸3999 第二个就是 55寸2999 然后preorder的话 还有两个promotion 第一个 就是你在5月2号之前 你preorder 65寸的话 就送你299块的 Hawaii X3路由器 第二个 你在5月12号 online preorder 55寸的话 直接扣200块 也就是说 2799你就可以买到了 很乱水啊 为什么preorder的东西 这样乱水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直接去华为官网看 那不然的话呢 最好就是直接去华为甜点去磨一下 去feel一下 去玩一下 然后叫那个salesman 解释给你听啦 毕竟你买这样贵的东西 当然就最好去磨一下才爽的嘛 是不是 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记得去like 还有分享还有subscribe 然后打开小铃铛